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一月七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美国政治方面的消息 美国国会议员在星期三晚上回到议事大厅 继续为认证去年十一月的总统大选结果进行辩论 主持参众两院联合会议的副总统彭斯 在星期四凌晨宣布 国会确认各州选举人团早先投票结果 确认前副总统拜登击败现任总统川普 赢得了去年十一月三日举行的总统大选 川普总统随后通过发言人发表了声明表示 尽管我完全不认同大选结果 一月二十日的权力交接将有序进行 星期三早些时候数以万计的川普总统支持者聚集在国会山 抗议他们相信发生了大规模的选举舞弊行为 并要求国会拒绝认证民主党人拜登赢得总统大选 其中有抗议者攻破警方警戒线闯进国会主楼 迫使国会议员们紧急撤离议事大厅 导致认证程序暂时中断 抗议者攀约了国会主楼外墙 强行闯过警戒线与持枪警察对峙 警方发射催泪弹 要求议员们趴地躲避并戴上面罩 这些画面震惊了全美国也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拜登说这不是抗议而是叛乱 包括共和党籍的前任总统以及现任国会议员在内的政界人士 纷纷谴责示威者强行闯进国会大楼 直接攻击美国的民主制度 许多政界精英表示川普总统的言行鼓励了抗议者的暴力行为 并要求他立即停止针对总统大选发表不实言论 在抗议者闯进国会大楼前 川普总统在白宫前对数以万计的支持者们说 大规模选举舞弊行为盗窃了他连任总统的机会 并呼吁他们在集会结束后 沿着宾夕法尼亚大街向国会进发 要求国会拒绝认证大选结果 美国司法部早先在调查后没有发现足以推翻选举结果的舞弊行为 联邦法庭也拒绝了川普团队提出的多项法律诉讼 在抗议者暴力闯进国会大楼后 川普总统发表讲话 一方面呼吁抗议者和平离开国会山 不要与国会警察和执法人员冲突 另外一方面继续声称他的胜选被窃 在国会周三晚上恢复就大选结果举行的认证辩论中 有一些议员敦促国会立即停止有关辩论 表示国会无权推翻美国选民和各州选举人团的选举结果 认为继续辩论下去 只会助长川普以及支持者的无理要求 主持参众两院联合会议的副总统彭斯当时表示 国会必须依照宪法完成对大选结果的认证程序 他表示在遭受史无潜力的暴力和破坏之后 国会当天又恢复了议实日程 让全世界再次看到了美国制度的复原力和毅力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在国会大厦发生了史无潜力的暴力事件后 有多位白宫官员辞职 其他有很多官员也正在考虑或者已经在拟化离职中 离职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副顾问波廷格 也就是我们说的博明 他在周三下午辞职 对于川普总统煽动抗议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 此外第一夫人的幕僚长格里沙姆也在周三辞职 还有一位新闻副秘书和白宫社交秘书 据知情人士表示 波廷格的上司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曾经考虑辞职 但是被盟友劝说留任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川普总统的前幕僚长现任北阿尔兰特使莫尔瓦尼 在周四表示他将辞去外交职务 他在接受CNBC专访时说 我昨晚打电话给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让他知道我正在辞职 我不能在这阳坐了 我不能留下来 那些选择留下来的人 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谈过 他们选择留下来是因为他们担心总统可能会把更糟糕的人放进来 此外根据彭博社以及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的报道 尽管川普总统在向聚集在白宫附近的示威者前发表讲话前不久 打电话一直游说彭斯 但是彭斯还是下了决心不能够推翻选举结果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川普总统当时用粗俗的脏话 对这样的选择进行了重新复述 而当彭斯将自己的决定告知川普时 总统的反应非常愤怒 而后来总统决定不让彭斯的幕僚长马克肖特进入白宫 马克肖特后来对记者证实 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总统认为是他游说彭斯不让他改变选举结果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方面的消息 国家开发银行前董事长胡怀邦今天被河北承德中级法院依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他被控受贿人民币八千五百五十二万余元 胡怀邦此前因为涉入中国华信能源公司弊案落马 根据承德中院通报 胡怀邦今天当庭表示服刑不再上诉 根据通报承德中院七日上午公开宣判了胡怀邦案 除了被依照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他还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储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胡怀邦受贿所得财务以及逆袭 依法予以收缴上缴国库 法院审理称二零九年到二零一九年 胡怀邦利用职务便利或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相关企业和个人再获取银行贷款 企业经营职务升迁等事实上提供帮助 直接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务 合计八千五百五十二万元 法院认为 鉴于胡怀邦到案后能够如实共识自己的罪行 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收回事实 认罪毁罪积极退赃 受贿赃款赃物已经全部追缴 具有法定着定从今处罚情节 依法可以对其从今处罚 所以作出上述判决 现年六十五岁的胡怀邦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被查实 已经退休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一日被开除当机 当时中纪委说他滥权妄为 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 大搞权钱交易 纵容家属大肆收取财物 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典型 胡怀邦此前涉入了华信能源案 被涉滩落马的前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供出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一日的时候 王三运虽被控受贿六千六百八十五万余元 但是因为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线索 经查证述时有重大立功表现 获得了河南郑州中级人民法院清判十二年 根据当时央视画面披露 王三运曾经通过时任交通银行行长胡怀邦 为上海华信入股海南银行提供帮助 王三运后来又通过时任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 为中国华信下属海南华信 获得国开航四十八亿美元综合信贷额度提供帮助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台关系方面的消息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将访问台湾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除了表达反对以及谴责外 还说川普政府少数反华政客不断上演最后疯狂 不择手段利用所剩任期来破坏中美关系 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 而华春莹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做出了上述表示 华春莹声称美国此举严重违反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 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 他还宣称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 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行 说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来坚决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利益 美方必将为其错误行为付出沉重代价 华春莹还就调重谈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 而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也就此做出明确承诺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这样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他又说近一段时间以来 川普政府内有少数反华政客不断上演 最后疯狂 不择手段利用所胜任期来蓄意破坏中美关系服务及个人政治私利 这种伎俩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违背两国人民友好民意 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此前国务卿在美东时间七日凌晨发表声明 宣布克拉夫特将访问台湾 但是蓬佩奥并未透露克拉夫特访台的日期 克拉夫特从二零一九年上任以来 多次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关系 他将成为美台断交后首位访台的现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